好 这边来看一下狼队对阵机器的第二局上网网站胡锦春 马哥 蜡相识 风窗 挽留 带传送 这边穷人者怎么说呢 这套阵容其实是万机游的 他们这套阵容打谁都可以 打红蝶能不能打 其实也能打 打那个真的马哥的帮帮放出来呢 我觉得马哥的帮帮上线其实也不高的 穷人者不出失误也就打个平 其实马哥要赢了这把他这套阵容 他得是打记录员可能赢面会高一点 蜡相识我觉得也趋向于一个平 也趋向于一个平 当然如果马哥会什么呢 他会那个鱼女可能也上线也会再高一点 蜡相识看看中期那波 中期那波发力能不能打出一些东西来 比如丢蜡风机子压住遗产机 然后找机会 这个我们先不讨论啊 这边的话 窗一封呢 前面这块板子 应该是要用掉了 这块板子一拍 马哥这边踹掉 然后这边一个翻窗加速 转点了 诶 487这波往回翻吗 这波往回翻不就被马哥压在这个点了吗 我觉得他第一时间往外走会不会好一点 马哥这边逛了一圈 你总不能说这逛着逛着 算了吧 这心理圈我不抓了 传送 传送你去抓谁呢 抓昆虫吗 昆虫这边的话所在的点位 大家注意到没有 看小镜 不看那个地图 看小地图 看到没有 昆虫在防传送的 完全不给你升位 这边的话过来找玩具商 玩装一个跳板 52点辣 这波找玩具商 毕竟人家这边两个跳板都是放好的 我感觉没那么好抓吧 再补一点辣吗 这边辣开始衰减了 喷得到吗 喷不到 喷不到的话 前期的击倒节奏 我觉得已经是求生者打出优势了 这个前期击倒得很慢 至少得到两分半 至少得到两分半 这边玩具商 就算你这波蜡补上了 打一刀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波跳 还有一波飞呢 往下走 他往下走 应该是找回自己的跳板 但这个位置 我刚想说这个位置 你跳完 可能也得被再补个五六十点的啦 然后面 但马哥这边又选择 推而求其次来找这个满血昆虫 那心理学家一波移情 这玩具商 那待会甚至可以过来救人啊 这是为什么啊 马哥这把打得有点奇怪 我有点没懂啊 这个跳板 怎么说 板子踹了 这边再补 这个击倒 击完黄花菜都凉了 看残局怎么打了 那残局他只能打一波防守 过半什么的才有机会去翻盘了 这把的话大概率是个私人开门战争三跑 马哥还要注意的是 因为他这边抓的是玩具商 玩具商但凡残局有个跳板什么的 A刀抽漂亮 不好说啊 我觉得这把马哥当时传送抓玩具商 就已经比较亏了 然后打了一刀玩具商以后再去找这个昆虫 没想通 丢个蜡块封这边的机子 前锋来 唯有震慑可以翻盘了 唯有震慑可以翻盘了 别的想都别想 打一刀 那这边人就下来 两个人拉走就行 前锋这边还撞你一波 打一刀前锋这边倒地 应该再丢个蜡块继续封这边船上面的 诶 传送 啊 Oh my god 他这边定住也没有热蜡 那定住打一刀起二阶 他这边要不要把这个虫子给打了 这个传送我也是没想到的 再丢个蜡块把这边的密码机封住 然后再来找这个昆虫妈 穷者外围的话可以慢慢补状态 这个时候不着急啊 这个局其实非常像什么呢 像爱丽上一把的蜡像尸 穷者这边的话 完全不用急的 所以他们慢慢打 我觉得都可以 翻道具什么的 不过他们道具倒确实还蛮虫配的 现在玩具商 这个怀表能不能给到这边的昆虫 现在昆虫其实有一定的危险 因为昆虫这边没有虫子了 要倒 飞轮 换老师 还有个跳板 一刀 好的 手里面的传送 30多秒 这边487的心理学家 刚才来补机子 大门这边没有人点 那这个心理如果被留 好像马哥还有宝瓶的可能性 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被定住了 昆虫这边交自起 会交自起 但这边昆虫有一个问题 他 13秒之内能不能 哎 等会前锋这边来保 那也就是说前锋这边待会可能是一波撞 将传送的蜡相师撞晕 前锋好像这边顶中场 看一下前锋的位置 先确保这边的昆虫能走 然后前锋继续卡一手 待会你传送我拉球 前锋撞晕 前锋走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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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跑 只要前锋不失误 只要前锋不失误 而且这边马哥也不是特别敢传 万一出现一些幺蛾子 狼人啊 对面可是 拉球走了 这把还是马哥前期的一个追击 没有能起到一个快速的节奏 全程是被穷者压着打的